忽然还有引进球星吗 攻防两端都不太行 看着 忽然目前看来找到解决方案了 他比同城对手洛杉矶快船呢 更早开窍了 你看快船至今为止 还没有合计明白呢 这个事重点赖谁呢 就赖他卢 现在他还有脸 说什么指责哈等身形走样呢 那哈等之间的费能球人不一样的啊 那依旧是让球队在救赛期间 哪怕是待会儿 也跨过了布鲁克里拉网吗 你瞅你这个样子 他卢卢啊 现在怎么讲呢 因为之前在找那会儿 跟勒布朗·詹姆斯一起夺得冠军 老拿自己当一个冠军组织 没事呢 就摆自己这样一种冠军的身份 多余了 那詹姆斯直接说 你看遇到多少主教练呢 哪个主教练跟詹姆斯夺不了冠军呢 开始甩锅了 作为一个主教练 没有呈现出一种担当 反而呢 把这种这个 对内的愚弄重压啊 甩给自己对内新来的一个球员了 这是不太应该的 他现在应该当机立断 赶紧选择 调整一下手发阵容 把那皮特坦克拿上去 让这个猛男威士布朔克拿下来 猛男就不宜 打那么多的时间 尤其他在手发当中占据一个名额 很明显的 这几人互相之间配合 格格不入 没必要这么短 他路线就应该有点魄力 忽然呢 就已经先开窍了 他是先有魄力的地方 你比方说 这个小李护士 在队内其实资格也挺老 雷迪斯呢 仅仅是新来的 这么一个年轻奉献 在队内 无论是这个领队公子 还是之前做出的贡献 其实雷迪斯都没法跟小李护士 相提并论 刚光小李护士 刚刚打完美国队比赛 在美国队内 甚至败了后场核心 只如过你看那个哈姆啊 当机立断嘛 严守护人队这个形势不对 那么原因在哪呢 原因就在于啊 板凳席 目前确实是没有一个 真正的球队大脑站出来 能够统领全局 怎么办呢 那让小李护士板凳形打呗 降为大计 哈姆也讲了 你在队内 那就是队内的极诺比利 这不是一种贬低安排 而是呢 人尽其财 物尽其用 让你在该打的位置上 发挥自己的光亮 果然 你看今天小李护士 关键时刻屡屡站出来 打是越来越顺手了 他在板凳形上站出来 压力也大大降低了 这就好了 他要是能打板凳形角色 长军呢 能稳定攻击个十四五分左右 这不就是准操六吗 刚刚他还有一手传球呢 再把搭配上板凳形 其他的八串垒之类的 那么胡人首发板凳 他的攻凑两端 就会更加均衡 看起来也更有活力 毕竟首发阵容当中 雷迪斯他扮演的防守意义 在这和进攻段那块三分球 自己加链子后迅速的成长 对于胡人来说 挺有弊异 你要这么整呢 浓媒压力降低 因为你要是外线 放一个小李护士 浓媒啊 在地位就疲于本命 对方总是一步就把小李护士吐掉 那浓媒不总得协防补卫吗 将一来浓媒压力也大 所以干脆就上雷迪斯了 及时调整 胡人呢 就这三季就这么打下去 因为交易的话 也没有太好方案 你说交易贼呀 去公牛换了德罗战呢 他还没来 你把他换回来 德罗战这些年 三分野时候始终是止步不解 就偶尔会灵光一闪 但是呢 往往也是稍重几次 打了多少年了 就会中距离 你在胡人队的话 我感觉他是挺破空间的 不能再要好了 要扎克拉文呢 拉文就是个软弹 再得一点 这人也是一个要罐子 来了之后 万一在长期高挂免战牌 球队就彻底毁了 其他选项呢 够级别的 够第三巨头的 暂时已经没有潜在选项了 那就没啥可交易的目标 暂时就没必要动了 而且赛季已经打到这个阶段了 这就打吧 还咋仓处交易呀 还得重新磨合 暂时有可能更老的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